最近一直在下雨啊 不能踢足球 不能晒太阳 该不会是2012就能来了吧 简约个性时尚 我的冬天更美丽 品味自己选择 还在下雨呢 不能穿我的花裙子了 不过我还可以穿漂亮的雨衣雨鞋 打我的小花伞呀 还好我最近半年没有去洗车 哈哈哈哈 哎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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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呦哎呦 最近来医院看病的人有很多啊 要让孩子们注意保暖 小心感冒呢 爸爸爸爸 为什么会下雨呢 当然是和云有关系啦 其实 之所以会下雨是因为那些河流湖泊海洋里的水被太阳晒了以后 蒸发成为了水蒸气 我知道我知道 水蒸气就是那水蒸气是会上升的 嗯 对 这些水蒸气上升到一定高度的空中以后 就会变成小水滴 许多小水滴积极在一起 就变成了云 哦那这些雨就是那些小水滴了对吗爸爸 嗯 咦那他们干嘛不好好在天上待着呢 呵呵呵呵那是因为太重了 当小水滴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云朵不能再附和的时候只能掉下来了 这就是下雨 我还是希望他们在天上好好地待着 不要掉下来那就最好啦 我还是喜欢穿我的花裙子呢 哈哈哈哈 傻孩子 其实雨水对地球上的各种生物都是非常重要的 植物需要雨水的灌溉才能生长 而雨水流入到了江河湖泊以后 还能提供给我们日常的饮用水呢 对还能阻止我们出去玩 哎我好想和小伙伴们一起踢足球啊 嗯这该死的雨 哈哈哈哈